Hello 大家好 薩姐 今次這一輯想說一說 最近很好笑 黃人經常有被迫害網上證 他說有請了一些國企營 檢驗所幫忙檢驗COVID-19 即新冠病毒 約300元左右 政府說會邀請兩隊幫忙 那些人就說 你不要啊 他們拿你的DNA來做什麼 中共會拿你的DNA來做什麼 好深啊 然後又有一條 又不可以這麼說 又有個政府官員就跟他說 不是的 其實他們只有一個BARCODE 拿不到你的身份 拿不到你的身份 他只是知道那個BARCODE 然後他將那個審核檢測 交一個報告出來 就說這個BARCODE 這個BARCODE的數字 這個人是從陽性戀陰性的 整個報告給他 我心想他們幻想力是不是太過什麼 其實他們是不是吃錯了藥 有被迫害網上證 但他們其實被迫大了 之前也是 童心口罩會洩聽你的機密 怎樣怎樣怎樣 會有什麼 有個發誓器會洩聽你的機密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相信 你想想童心口罩那些 每人派一隻 七百萬隻 你想想這麼高科技的東西 要造價多少錢呢 不是說藍牙 你想想一個童心口罩要小到什麼 而你又不察覺 又可以發射回去中央 你想想造價多少錢 沒有一萬也要幾千 大哥你是貴親 是嗎 一萬幾千 可能有幾萬元 我大批造造 當一萬元 你七百萬人 幾個億 你值不值得 神經病 如果他花那麼多錢 他難聽些說句 不如派幾個人來監控那幾個 都不用花那麼多錢 神經病 那些人真的神經病 然後又有某些症棍 就說 哎呀 我發覺有人跟蹤我 他是講普通話的 跟蹤我 你沒有病啊 現在廣東話是死的 是不是 要特地在北京調人來的 來監視你 你當我們廣東死的 神經病 神經病 如果要監視你 不用找他講普通話的嗎 你真的有人信 才會奇怪 他只會講普通話 他就不會聽廣東話 如果他能夠聽流利的廣東話 那他就會講少少廣東話 怎麼會講普通話 唉 而且不用找一個 會講普通話 是誰 你過一個深圳河 很多人講廣東話 你真的當廣東死的嗎 西方都這麼遠 來的山上水 坐飛機下來香港 你沒有病啊 你深圳很多人講廣東話 很好的 那很多 分分鐘跟著原理 還可以回家睡 所以人們是有迫害妄想症 但最神奇的就是 有人信線路口 香港人已經是 沒有空間 以前忙 算了 沒有時間去想事 所以很簡單地去接收這些訊息 就算了 現在不忙 現在很多人在家 都相信這些事才是奇 我覺得 大家應該用腦子想一想 不是說 傻姐說的東西一定對 你也可以想一想 傻姐說的東西有沒有道理 大家想一想 大家背後的意思是什麼 我為什麼要說 有個普通話的人跟著呢 其實根本不合邏輯 要跟你 我當然找個懂廣東話 扮街坊都行 為什麼要找個普通話呢 他們就是潛移告訴你 普通話 大陸人 從上面下來 獨特地監視他 誰這麼簡單地監視他 直接拘捕他就算了 所以大家 不要相信黃昏 不要經常相信 不是叫你不要相信 你相信之前 你要想一想 究竟是否合理 你想一下 你現在什麼都不想 你他日就容易被人煽一鑊 煽一鑊有多難 你這樣也算 如果他日那些是老闆 那些更加容易煽你 大家再看看 他說 幫你爭取自由民主 有爭取到什麼 這個 由幾年前講到現在 由李柱銘 一年前講到現在 有爭取到嗎 爭取不到 他想要的自由民主是什麼 他從來沒有廣播給你 就說要爭取自由民主 究竟怎麼為民主 他從來沒有說過定義 我覺得現在就是自由民主 他又不聽 是不是 我們個個都說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就是要聽別人說 我們個個都說我們要開飯 你們不要攬炒我們香港 你們不要打爛我們的東西 有聽過嗎 沒有 那叫自由 那叫民主嗎 他說 打爛所有的東西 就重新建設過了 就會更好 那高B哥就會這樣說 他說 要重新建設過 可能要幾代人才能建設 可能要幾十年 甚至一百年 那我當然還有些事情要說 就不會只是靠別人的 那我亦都會跟大家說 你建設回去以前又有什麼費用 當全世界都還是 在不停地前進的時候 你打爛了 你倒退了 就算被你二十年 很快二十年追回到以前 那個位 即是黑暴之前的位 但是人家已經用了二十年 再飄升到不知什麼位 是你追到也追不到 你自己看看國內 我用了多少年時間 是用了短點幾十年時間 三四十年 都不止 都沒有 都沒有 因為我 你想想我今年四十七 我十歲八歲都是上去 因為他們都還是很落後 都沒有工業 即是說他用了三十年左右 三十幾年左右的時間 都沒有到四十年的時間 就把一個很荒蕪的 或者是一些很落後的地方 就已經變成很先進 我那時候回鄉下是廣州 那時候還是舊式火車 要我表哥 表姐夫開車我們 那時候全部都是農村 田地 現在全部都很新 已經是城市 但廣州都不算是一線城市 是二線 他們買東西外賣 全部都用apps 然後之前有個網友告訴我 咦 我忘記大人包 但我有一個人面色象 就可以買東西了 那當然這個要安全性 好些 那我們怎樣 我們用 就是可以apps叫外賣 但我要另外加錢的 送貨費 要另外加的 那本身的apps 那個餐就是貴過在堂食的餐 就是百常價格 但他們不是 他們apps是免費的 還可以知道外賣小哥去到哪裏 一遲到他們就要罰購錢 他們外賣的價錢是不會貴過外賣 一分鐘半夜還有折頭 那人家已經跑贏了我們很多 我們還在打爛自己的東西去後退 大家有沒有發覺 我們其實 在這20年 其實沒有什麼進步過 除了地鐵多起幾條線之外 依然很多東西都還是人手組 但是上面很多東西已經不需要人手組 很多東西已經基態化 人手是做監控的 但是我們很多東西都還要人手組 我們根本是拿不到 騰空不到其他事情 時間去做其他事情 或者去更加增值 香港做不到 香港就是一直停留 說好的沙中線 被攬炒炒炒到現在 可能是夏年才能通到車 為什麼呢 一直都批不到撥款 一直都是拉布批不到撥款 現在是夏年才能通車 但是你想想 土瓜灣的居民等了多久 真的從小小就聽到現在 幸好她說夏年才 如果不是我怕 再拖一拖一拖 阿薩姐兩句一伸 那條沙中線都還沒有開 所以大家看看 我們是不是真的要打爛這些東西 才可以重建 不要這麼天真 你打爛了就是打爛了 你重建回來 你都已經是渡後了別人 到時候你的經濟 你的地位就已經沒有了 有些經濟都說 香港有多少儲備 有多少儲備 真的不要中藍炒派的人 用所有儲備 誰保住香港金融 如果香港金融保不住的話 連唯一最少錢 最賺錢的東西都沒有了 到時候有誰會理你 到時候香港真是黑色 當時金融地位都被別人拿... 現在其實都是金融地位 銀維富 我們純粹是儲備 是有夠錢 但是我們的經濟不穩定 所以也在銀維富 飄下飄下飄下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我們是不是要開發 我們是不是想香港 變成一個第三世界國家 不是 第三世界城市 眼睛看著內地的同胞 就這麼風衣粥 吃多開心 我們就在這裡捱麵包 一塊麵包都要分幾餐才夠膽吃 是不是要搞到這麼折袋才大家開心 我希望大家真是心思熟慮 你今天有公開 不等於你下個月還有公開 有些人直接現在已經沒有公開 是誰造成的 是不是政府造成的 不是 是那些人打爛了 如果他們不打爛了 政府還有多夠錢 可以派多一點給大家 如果純粹是疫情的話 大家根本就不用那麼辛苦 這次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9月6日真的哪裏都不會開 你都去不到哪裏的 大家真的 預留時間 和黑暴和攬炒派抗爭 真的堅持投下我們的一票 來補回香港的平穩 OK 今次就講到這裡 好啦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